要告诉您最新消息 有60几名台大师生 惊传遭到虎头锋的攻击 他们是台大地直系的团队 在下午到花莲太鲁格国家公园 慈母桥下的老兮兮西谷 做年度的地直探勘 但是不小心惊动了 附近的黑尾虎头锋集体攻击 一行人总共65名师生落荒而逃 有的人被盯到了头部 有的被盯到了身体 还有一名助教一不小心 别断了腿赶紧请求直升机 调话救援 太鲁格老兮兮西床布满巨石 救援人员几乎是寸步难行 更坚弃的任务是 还得扛着被土壶风遮伤的 尸身跋山涉水送往山下急救 意外发生在迪拜四中午 两名台大地直系教授 带着学生与助理 前往太鲁格老兮兮西床 进行地址调查 意外遭到大批虎头锋攻击 64名师生当场落荒而逃 四处奔窜 逃跑过程中超过半数 约30多人被虎头锋遮伤 有6到7人被遮了5针以上 两名助教因为不守其地形跌倒 其中一人不慎跌断了左腿 伤势严重 可能要下跌一点 下跌一点 东西收 由于身躯地形破碎 进出困难 而黑尾虎头锋不幸极强 一旦被盯到 可能十分钟内就会休克 为了跟时间赛跑及时救援 消防局与泰管处大批人员 入山抢救 更出动空情直升机 将受伤最严重的研究生 吊滑小山 受伤的30多名师生 分别被送往花莲国军总医院 慈激以及门洛医院急救 花莲消防局提醒上山旅游的民众 最好不要喷香水 如果遇到一两只比较大的蜜蜂石 也要立刻及时离开现场才能避免移歪